说起袁崇焕,很多人估计都会为他的死感到不值,毕竟在被刺死之前,袁崇焕可谓是战功赫赫,比如在天启六年,袁崇焕就依靠西洋大炮重创后金军,连努尔哈赤都被打死了。 在天启七年,袁崇焕再次率领明军出击,击败后金军以后,取得宁锦大捷,直接将大明的辽东防线推至了锦州一带,然而,就是这么一位爱国将领,最后却被凌迟处死,可谓是凄惨至极,值得一提的是,在袁崇焕死后,他身边的一名侍卫直接发了个毒誓,如今已经过去了三百九十多年。 该侍卫的后人们,依旧履行着这个誓言,究竟是什么样的誓言,能让他的子孙后代,在历经岁月的沧桑后,依旧坚守如初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公元1630年9月22日,楚属刚过,气候微凉,京城百姓却人心燥热,如蒸笼里的困兽,在皇太极大军碾压过后,对崇祯皇帝和袁崇焕有滔天的怨气,而被皇太极吓得逃出紫禁城的崇祯又何尝不愤怒,他对袁崇焕为以重任,抱有厚望,将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是与这位曾被父皇冷带过的将军。 结果紫禁城都差点被皇太极攻破了,民怨沸腾下,多年君恩一招便杀矣,这一日,就是袁崇焕的死日,这一日,他就要被灵池处死,一刀刀,一片片,包皮刮肉,片入油锅,供围观群众分食泄恨,行刑前,奸斩官尊圣旨,对袁崇焕处以三千六百刀寡刑,以为大名无数冤死的百姓将士,五门外,刽子守为了顺利施行,让袁崇焕中途不至于流血而亡, 行刑食用的鱼网早已浸泡了麻药,鱼网紧紧裹着袁崇焕,勒出一块块肉,刽子手将肉迅速割下,丢给百姓,唱下众人哄抢,将拾其肉,但旗鼓,亲戚皮演绎到极致,这场残酷至极的行刑,进行了三天三夜,割下三千多片人肉,血水流尽,发场血腥气,引来一群乌鸦,在杂乱之中有一人悄悄捡走了袁崇焕的头颅, 袁崇焕的贴身侍卫,跟从袁崇焕冲锋陷阵戎马半生,对自己的主帅本性是非常清楚的,他不负大名,对袁崇焕叛徒的控诉,在他心里,袁崇焕当然是冤屈的,于是他趁乱抱走了袁崇焕的头颅,进山寻了一处隐秘,风水极佳的地方做主帅的墓中,敌军未退, 国恨未报,却遭奸人冤枉,只有贴身侍卫有怒不敢言,悲愤之下,他跪在主帅墓前,指天立下独士,但凡他有后人,每一代都做主帅的守墓人,主帅蒙冤,必有人死后也不给安宁,将护卫主帅,守住死后清静,此誓言一发,至今十八代人,执行已有三百九十三年,如此忠心,也可告尾袁崇焕全下了。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七年,在万历四十七年初登进时,在福建做支县,这时候,他已经三十五岁了,三十五岁的袁崇焕意气风发不减当年,拥有少年之勇,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。 高谈阔论,吸引了一众曾经服役的老兵,交流之下,他获悉边疆风土,一度自认为对边疆已经非常了解了,天启二年元崇焕进见明西宗朱游孝,被提拔去了兵部,随后广宁,北金军攻陷,朱崇焕主动去关外查看地形,回到京城茅穗自建,提出只需要给足他兵力马草,就有把握击腿金军。 朱游孝见这个人是个人才,有勇有谋,就给他一个机会去辽东,入住辽东之后,他胆识过人,深得军心,他驻守宁远的主张,也得到巡行的大学士孙承宗的认可,给他放权。 袁崇焕在辽东经营,得不负所望,军民得以安居乐业,管理才能,和军事眼光得到承认,不仅运营上有才华,战事之中,也有指挥作战的才能,他曾带兵获取两大胜利,宁远大捷可以说是明朝对战后进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,重挫努尔哈赤,公元1626年。 努尔哈赤帅八旗精锐,浩浩荡荡,向辽东军事重镇宁远城进军,宁远镇有袁崇焕等人驻军把守,百姓商旅皆是为辽东乐土,努尔哈赤大军压境,西渡辽和,后金军抵达宁远,明朝驻守山海关的重军,不去帮忙。 只有袁崇焕不肯退让,宁远是明朝打下的疆土,往后退一步,金军就往前踏一座城,袁崇焕与将士立下血书,蒙氏,誓死守住宁远镇,当时袁崇焕的贴身侍卫,也是这孤军中血气方刚的一员,努尔哈赤先做心理战,他将抓来的百姓投入宁远城,带去劝祥书一封,许以高官厚禄,但袁崇焕重将士并不为之所动,后金军随后攻城,在这个辽东重镇, 他们领教了大明引进的西洋火炮的厉害,红衣大炮轰开了后金军的天灵盖,火力重压之下,后金军节节败退。 宁远大姐,明朝举国欢喜,朱游孝给袁崇焕升了官,不过还是个父旨,幼谦都狱使,努尔哈赤病死在退兵途中,但是后金并没有放弃,皇太极筹筹谋卷土重来,第二年,天启六年,皇太极亲率后金军为锦州,公宁远,此时袁崇焕与他的同僚, 前长官王之辰有了分歧,他重年发迹,功劳卓著,升官之后,已经有了傲气,不再甘于对王之辰言听计从, 另一方面,魏忠贤又从京城发来两个心腹刘英坤,即用一同镇守宁远,袁崇焕知道这二人的来历和目的,便将正是建功立业的地方。 袁崇焕岂能让这干人等分他一杯羹,但是几度反对都不行,明廷道也善解人意,毕竟后金死性不改,皇帝顾全大局,给袁崇焕充分自由,命王之臣镇守官内,袁崇焕镇守官外,得知努尔哈赤死于军中,未探虚实,袁崇焕派派人前去吊焰,又修书求和,当时山海关的长城已经修复一新,但是松山等地城墙已经败坏了, 士兵四万人都得去修城加固,与皇太极一战能免则免,皇帝于是同意求和,皇太极也接受和议,皇太极在朝鲜打了胜仗,信心十足,他想一鼓作气。 打回辽东,万一拿下了辽东宁远,锦州的边防重镇,就可以长驱直入京城了,两军在宁远激战,又战回锦州,袁崇换命人挖城豪,明军以红衣大炮和火枪攻克后金军,并且誓死不出城, 皇太极不仅引诱其出城也战不得,又遭逢酷暑,死伤巨大,在围困二十余天之后,皇太极只能暴汉退兵,宁锦之战在后世被评价为延长了明朝的寿命, 严国坐十年,这场激烈的战争中,袁崇换本应该是守宫之臣,但明廷只给升了一击,原来是魏忠贤为心腹奋一杯羹,命手下弹劾袁崇换,拿捏袁崇换,没有出城去救锦州,朱游孝时期,宦官当政, 政府很是黑暗,为袁崇换抱不平的尚书霍维华宁可自己辞去子孙殷袭的赏赐,却被魏忠贤拒绝,袁崇换愤而辞官,回乡去也, 他终年吉地,意气风发,打下两场胜仗,功绩显赫,可升为重臣,人生得意却在一朝蒙冤,这是袁崇换人生的第一场败仗, 他败在朝中无人,败在奸臣当道,败在君王昏溃,却唯独没有败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铁器,他是骄傲的, 不屑于与奸臣为伍,此去观山,应有明月下酒,哪怕大明微如泪卵,也无关这十一人分毫, 如果一切就在此结束,倒也不算太过遗憾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在他告老还乡的第二年, 老宅尚未翻修,退休生活尚未展开,明熙宗朱油孝驾崩了,一个皇帝的驾崩,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土崩瓦解,明思宗朱油简登基,精神小伙一上台,就历经图治,志向远大, 第一个手笔,就是铲除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利益集团,肃清政治,整治军队, 他站在紫禁城最高处北望关外,影响对大明帝国虎视眈眈的后金, 此时,还能有谁有十足的经验与威望,率兵彻底击溃金军呢? 他想起了蒙冤告老还乡的名将袁崇焕,新皇重新提拔了袁崇焕等一干忠臣名将, 他向袁崇焕表达了他的军事期望,只有彻底击退关外势力的骚扰,才能保住大明江山, 崇祯帝此时是非常有决心,有信念的,而袁崇焕也回答崇祯帝, 五年复辽并不是难事,当时大明已经国苦空虚,兵力疲惫,百姓生活朝不保夕, 国力被消耗殆尽,举兵复辽,只需五年,是吹牛,是敷衍, 他的敌人已经倒台了,皇帝的重视又让他升级了。 崇祯帝上被人压一头的教训,趁是请求兵部,力部,户部,公部, 再调遣,军饷,器械,用人等方面都要统一,于是,崇祯帝也是完全听从袁崇焕, 不仅给他赌掌大权,还给他上方宝剑,上方宝剑一出,代表皇帝旨意, 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工具,崇祯帝还封他为太子太保,亲近非常, 只要能复了,崇祯帝全部寄希望于袁崇焕了, 这下袁崇焕闪亮付出了最大的奖赏,也是最沉重的枷锁, 袁崇焕仗着自己有上方宝剑,人也变得武断骄纵了起来。 因为他和东江毛文龙产生了分歧,与至极度好好商谈,而拒不服从, 袁崇焕决定干脆杀掉毛文龙,但是他忽略了毛文龙在军中的影响和威望, 他底下还有手下是非常忠心于毛文龙的, 一日,袁崇焕与毛文龙喝酒,企图再次建议毛文龙更改军营制度, 设置监察官,毛文龙还是坚持不从, 他做一岛之主已经很久了,派一个文官来管辖监视自己, 当然是不舒服了,但是袁崇焕认为全军都应该听令于本人, 而不是毛文龙,袁崇焕既然下了杀心,就在演习时。 猎鼠毛文龙十几桩罪过,宣告完毕,就拿出上方宝剑, 他的军事拿下了毛文龙,当时当地斩杀了, 这个举动使他擅自做主了,但是崇祯帝也并不好说什么, 毕竟顾全大局要紧,只能下旨维护袁崇焕, 于是毛文龙的部下倒戈了,归顺了皇太极, 毛文龙一直是坚守海外与金军作战的, 虽然他也有一些罪过,比如向朝廷索要巨额两响, 打劫过往商船,但在军事上他一直维护大明,是忠臣, 他所占据的皮岛也是抵挡后金的要地, 就这样,皇太极不费一兵一卒, 就收了汉人手下归降的四大将领,此时朝鲜已沉, 蒙古已降,皮岛也不再成为危险, 皇太极只需要再攻克一个人,就可以动摇整个大明政权了, 皇太极散播原重幻世叛徒的谣言,传入了崇祯帝的耳中, 崇祯帝本不是一个多么睿智的明军, 他对世事洞察极为迟钝,但凡敏感一些, 都不会将国家军事重任,全权委托给一个经历了两场战事, 文臣转为武将的袁崇幻, 袁崇幻虽然是可信的, 但他到底格局不大,在朝廷中威望上缺, 并且他不够踏实,随口就答应五年赋了, 岂能托付完全啊, 这个谣言在当时袁崇幻杀掉皮岛毛文龙之事后, 就显得更加真实了, 而魏忠贤集团的余党又在崇祯面前吹风, 说袁崇幻杀掉毛文龙之后, 皇太极就举兵破了边防,一路杀了进来, 肯定是内奸,内外谗言之下, 崇祯帝杀了袁崇幻, 在他起杀信的时候, 袁崇幻还在城外抗敌,令人唏嘘, 所以袁崇幻被凌迟处死, 贴身侍卫发一毒誓, 要世代为主帅守目, 正是因为袁崇幻虽然有管理滥用职权之过错, 但实在是忠臣良将, 蒙冤而死,为其不平。 所以至今十八代后人, 已执行这一誓言三百九十三年, 此事固然遗憾, 却也在告诫所有人, 动荡年代, 虽有忠肝义胆, 却也不可忘有一副透明心肠,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史约馆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